在律师詹顺贵的陪同下 少祖族人进入行政院递交诉论书 抗议两年前还评无效 应再重启二届还评 因为少祖族人不满日前 行政院同意日管处所提的诉论 公告撤销 环保署在民国103年10月通过了 还评附带决议 也就是财团在少祖部落会议 同意之前不得动工 这让族人难以接受 痛批政府护航财团 践踏原基法精神 你热台需要那么多方便吗 你为什么不到北厘湾盖 热台的饭店的总容量 还没有到饱和吗 污染还没有到程度吗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投资 这样的投资对两个村 没有经济贡献 只是一条龙而已 只是吸纳整个热台的经济而已 族人苏月内容 主打两年前的一阶环评无效 在苏月审议委员会中提出 当时中司财团就没有按照正当程序 先取得部落咨询同意 也没有做好环评 甚至象山BOT用地 就是要盖在水设遗址上 这牵涉到其他法律 却仍通过了环评 族人同样提起苏月 抗议一阶环评无效 今天在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委员 做了这样子的质疑 说文化遗址 就是说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那可适合 只是因为一个 投资20亿元左右的一个旅馆 就把它覆盖在上面 要去破坏这个遗址嘛 我们该不该这样子 那当然还要质疑到 日月潭那边的旅馆的总 已经几乎爆量了 没有总量管制 这样子还要盖那么多的旅馆吗 东部的这几个饭店开发案 到西部的这种饭店开发案 我就一直不断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饭店什么时候 是公共工程 对你饭店不可能是公共工程 那你到底是要 因为BOT是要土利人民 那你是土利人民的吗 没有你是土利财团 进入行政院后 族人与财团代表双方 进行言辞辩论 由于会议不公开 会后律师表示 还有带审议委员会开会讨论 看是否一并将双方 苏联内容做讨论 而决议最快在两个礼拜左右 才会公告出来 如果最后行政院决议 收回当时撤销附带决议条件 上山BOT案后续不排除会进行 二届还评 记者亚本八杂台北市采访报道